哈囉大家好 我是迪花 今天我們要分析的是 司魔格白煙 vs黑屋子黑煙 為什麼這麼說呢 開始前可以去看看我上級 中級 比較看得懂我想表達什麼 就要開始我的推理 大家可能都覺得司魔格很爛 我自己也這麼認為 他兩年後的實力 直接被裸碾壓 瘋狂打醬油 但我認為韋田有意讓他參加後面的黑屋子之戰 這就要講到他剛出場了 剛出場韋田就安排他是追著魯夫不放的人 第一次羅格陣已經要成功了 但好死不死 龍剛好在現場 所以讓魯夫跑走了 在第二次出場阿拉巴斯坦王國 司魔格不小心中了老殺的陷阱 海水灌進來時 草茂海賊團順手救了司魔格 司魔格事後給他們逃跑的機會 不然贏那時候司魔格是可以打贏草茂海賊團的 但是司魔格是講道義的 一命換一命 這裡我們就知道 韋田把他安排在一個很重要的劇情 之前說過 克比繼承卡布 這裡很多人都說司魔格也有可能 我也是很認同 羅傑在監獄跟卡普的對話中說了 羅傑拜託卡普照顧艾斯 因為有關於他的人都必須死 但卡普是他一生的敵人 同時也是海軍 而他早就是老敵人了 但卡普的回答是拒絕 羅傑說 你一定會幫我的 我的孩子就交給你 這裡非常像是魯夫救出司魔格後 跟他的對話 魯夫說 我不討厭你 司魔格惱羞叫他趕快滾 我覺得司魔格更適合克比繼承卡普 但是司魔格明明佔劇情那麼重要 兩年後他的實力竟然沒有提升 竟然被跟魯夫同期的羅屌打 這時候很多聲音就出現了 司魔格兩年後都在打醬油 但我認為並不是 雖然他兩年的實力 真的落於以前 但我認為偉田肯定會安排一場大劇情給他 而那個劇情很有可能就是打敗黑屋子之戰 所以會變成 司魔格繼承卡普 魯夫繼承羅傑 vs黑屋子繼承洛克斯 那有的人就會說 司魔格那麼爛怎麼跟魯夫合作 對我認為他的實力早就不如兩年前 但我認為果實能力很可能逆轉一切 之前提到過 海賊王其實有一個很神奇的設定 果實能力相對應 很有可能就是敵人 像是親自人人果實 vs刺拳岩漿果實 冰與火 還有聖平vs艾斯 水與火 這幾個都在自然世界常常對抗 那這裡就要思考 有沒有人可以克制黑屋子 我認為是很有可能有 我們就從果實開始研究看看 黑屋子暗暗果實能力 可以吸收別人果實能力使用的招式 再釋放出黑煙 這些黑煙可以壓縮粉碎東西 一個小型黑洞 那我們就想想黑暗對應的東西是什麼 大家可能會回答光明 但是海賊王並沒有光明果實 有人可能會說黃源啊 但我認為黃源是閃閃果實 跟光明有點差距 我認為是有機會有光明果實的 而這個人很可能已經出現 那就是 伊姆大人 天龍人的領袖 世界政府的幕後黑手 我認為站在正義的最高點 他的果實能力很有可能就跟聖光有關 當然這是以人物設定下去分析的 我認為這個設定是非常有可能的 但是我以前還沒有公佈這顆果實 那還有沒有克制黑屋子暗暗果實的果實 我認為是有的 而且已經公佈了 那就是 煙煙果實 黑屋子釋放出來的是黑煙 但絲魔格釋放出來的是白煙 黑蜜S白 這在自然界也是常有的對抗 我認為這個設定是非常有趣的 也是非常有可能的 網路上也有流傳 頂上原本要讓他們一戰 但這件事情被隱藏起來了 但不排除是假訊息 那煙煙果實如何對抗暗暗果實 在目前的設定看下來是無法的 但我大膽猜測 會不會黑屋子無法吸收煙煙果實 或者煙煙果實可以抵擋暗暗果實之類的 因為我認為 偉田很可能讓他們一戰 偉田只要在他們開打時說明如何克制就好 所以我認為繼承卡普的 要不是施魔格就是克比 那有的人會說 真正果實 暗暗果實都被克制了 黑屋子還玩什麼 但你們要知道 黑屋子在沒有吃下果實的情況下 可以打傷紅髮 當然也不排除他有吃下果實 我認為黑屋子也是體術高手 不然也不會安排魯夫這個 海賊王最需要體術的橡膠果實 如果黑屋子體術不好 肯定會被魯夫碾過去 我認為20週年 奪寶劇場版中 就是在影射對抗凱多 或是對抗黑屋子 或者兩個都是 我這裡大膽猜測 黑屋子最終是一個大型怪物 因為要把一個反派做得很強很強 如何做 那就是把敵人做得非常巨大 就像是奪寶劇場版的巴雷特 或者是凱多 總結 克比很有可能吃下極淨果實 或者是拉菲特 或烏鴉 烏鴉可能是克拉松 拉菲特跟親自 很有可能背叛黑屋子 施魔格可能跟黑屋子打上一場 黑與白的對戰 如何打敗黑屋子的分析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 掰掰